有些大林圣女啊 真的是古怪到家了 真的不是 我非要说你们 我对你们也绝对绝对没有偏见的 我呢是做红娘的啊 我巴不得啊 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 有正确的婚恋观 可是在我工作中啊 大量的遇到大林圣女 真的 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 就你们自己看看是不是这样啊 首先啊 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 你就别太挑了 对不对 哎 你偏不 你来找个对象啊 列出几十条要求 什么奇葩条件都有 比如说 你觉得男生一年挣五十万 孩子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 那我就不太懂了啊 你一年才挣十来万 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 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又比如说 你觉得男生啊 一套房子不够 必须得有两套房 因为以后父母来住 住的一起不习惯 哎 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 北京的房价 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 谈恋爱的时候 男生啊 就得主动付出 就得拿出诚意来 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 不花钱或者少花钱 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 那按照你这个意思 是不是多花点钱 就可以嫖你了 关键的是啊 人家啊 可能花了很多钱 诚意也到位了 你呢 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 说不合适的时候 你一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 对不对 说起来啊 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啊 又没有人逼他 我就觉得啊 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 当成一个商品了 啊 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 你都过了保质期了 好不好 这句话 不管男女啊 都一样适用的 这个就是现实事件 你都给自己定价了 就不要怪别人啊 把你当作物品 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 哎呀 我自己很慢热 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还有啊 动不动啊 婚后钱要给你管 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 我看啊 你只不过是想真的想花钱 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 那我就问你 你有你妈的那一份 勤俭持家的本事吗 就这样的思想观念啊 找个对象还要提出 八百条要求 我看啊 这个地球上啊 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 你就别早了 自己单着挺好 你说是不是 今天我这儿来了个男生啊 跟我吐槽啊 他最近的相亲经历 他说如果不是他父母催他结婚啊 他自己压根就不想结 可是呢 相亲相离圈下来呢 一个都没成啊 不管成不成吧 反正呢 我自己努力了啊 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吧 那我就问他 那你为啥就一个也没成呢 他说只要他跟对方说了他的要求啊 就没有一个同意的 那我就问他 你到底是啥要求呢 把姑娘们都撩跑了 他接下来说的话啊 真的是有点颠覆我的认知 他说呢 首先我希望对方在北京 有两套以上的全款房 这样的话呢 以后不用跟父母住一块 少一些矛盾 还有呢 我可不想一起还房贷 这个要求没毛病吧 我说这个听上去是没毛病 但是你说的是要求女方有房子 难不成你是打算婚后住在女方的房子里吗 然后他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啊 是啊 有什么不行吗 因为我们家就一套房子啊 最好呢 婚后呢 他家的房子上能加我的名字 我需要安全感啊 万一哪天离婚了 他把我拆了 至少我还有钱在吗 其次呢 结婚的话 我也需要他能有嫁妆啊 不然我父母把我养大也不容易 他们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们一结婚 那我成了他们家的儿子了 我不能让父母白养我吧 婚礼的钱呢 我们家可以出 婚后的话 我希望我们的财务能AA 这个时候我就问他 那你这不就是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吗 他说 没有啊 姐 我只是想公平一点 现在的女生 不都是这么要求男生的吗 我只是换了个角色 他们就不行啊 没有一个同意的 现在的女孩子 这婚恋观有点太歪曲了吧 明明就是两个人结婚吧 凭什么买房子是我 买车的是我 最后办婚礼的孩子是我 给彩礼的也是我 凭什么我就得给他们做替换机啊 每一步都在缩钱 其实 如果他们不提房子 不提车啊 不要彩礼 办婚礼的钱 我们家可以出啊 房子首付我也愿意掏啊 然后我也愿意自己还房贷 婚后房子还可以写他的名字 婚后我挣的钱啊 可以一半的交给他 作为家庭开销 他自己挣的钱呢 他爱咋用咋用 我也会把他当个宝贝疼的 可是现在啊 找一个这样的女生 真的是啊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要是让我娶一个 成天都在算计钱的女人 那这婚姻有什么 移不成了买卖了吗 我觉得 这个为成不能轻易尽啊 不想等杀出来的时候啊 已经遍体鳞伤 人财了空了 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那大家来说一说啊 他跟你们想的是一样的吗 你们觉得他这个想法 到底行不行得通呢 为什么你总是把握不好恋爱的节奏呢 是因为你呀 不会给你们的恋爱立规矩 这个呢是最近有一个女生呢 给我分享了一段 她的恋爱心得 大家一起来看看 她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啊 她说谈恋爱一定要学会给男人立规矩啊 太多的女孩都是因为不会立规矩 所以男人呢就会觉得 她很廉价 不愿意为她付出 你会发现你立好了这个规矩啊 你在爱情里啊 就不会受伤了 立规矩最好的时机呢 就是恋爱初期的时候 你可以跟男人这么说啊 第一 你不能对我搞冷战 以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 都要当天解决 夫妻之间不能有隔夜仇嘛 床头打架 床尾合 千万不要冷暴力 我很害怕别人对我冷暴力的 如果你以后对我冷暴力 我就罚你一万块钱 可不可以啊 这个时候男人一般都会答应的 第二呢 不能对我太口门了 男人如果不愿意给女人花钱 那还叫爱吗 我是一个很喜欢仪式感的人 我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人 生活就是需要很精彩又浪漫 才有意义嘛 我希望未来的每一个节日呢 你都能陪伴我 希望你每一次呢 也能送我一份礼物 我呢会把这些礼物 好好地珍藏起来 等我们以后老了 可以一起回忆啊 这些节日的故事 多有意思啊 你说呢 这样我就可以感受到 你对我浓浓的爱意了嘛 你觉得可以吗 他还特意补充了一句说 很多的女孩子啊 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 他跟男人在一起 什么也不敢提 什么也不敢要 男人连过节日过生日 都不会给他送任何礼物的 不给你送礼物的男人啊 都是想白嫖你 于是他就接着说了第三点啊 你还可以告诉他啊 你看平时我们两个都很忙 你忙你的工作 我忙我的工作 你工作的时候呢 我不会管你的 但是呢 我希望在我生病的时候啊 你能陪在我身边 因为我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你的 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人本来生病的次数也很少嘛 而且我提的这个要求 也是很合理的对吧 他说啊 我从来没有说不准出轨这样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也是不受控制的 如果他要是想的话 那他就会有一万种的理由来骗你 既然不爱了 那还不如放手呢 但是我立的这三个规矩啊 会增加他的愧疚感 也会增加他的成本投入 所以当你把这些规矩立好的时候 男人就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相处啊 会有边界感 他也知道应该怎么样从你爱你 用什么方式来对你 只要你们照着这个方式学啊 他就会觉得 哎 你这个女孩子很特别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是有自己清晰边界的 他呢 就离不开你了 你也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 他说的这些 你们觉得认同吗 今天我又听到有人在说啊 当今的零零后啊 说不结婚不生子 不买房子不买车 躺平的生活啊更快乐 可是啊 真正的躺平有那么容易吗 我知道啊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人 喜欢听那种不结婚不生子的这种言论 也有很多自媒体人呢 喜欢发这一类的主题视频 来博取流量 但是今天我就跟你们说点干货啊 非常的客观 不要真的被这些言论洗脑了 其实你们知道吗 实际生活中 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的会躺平的 他们只不过喜欢在那口嗨罢了 我就告诉你真相吧啊 真正能躺平的人只有两种 第一种人就是破罐子破摔的 没有什么社会背景 自己能力又不行 生活状态并不会有什么大幅度的提升 连自己都养不活 你们说他不躺平谁躺平 因为这种躺平它是需要计数的 他需要呢 会取悦自己 让自己一辈子都能够呢 心安理得过这样的日子 而且能够满足自己当下的生活 第二种呢 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能够让自己一辈子过得上 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 往往这种人呢 基本上已经财富自由了 然后呢 我们剩下来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了 对吧 到了一定的岁数 一定的年龄 那就该结婚的要结婚 该生孩子就生孩子 如果你不是前面那两者之中的人的话 那我建议你 最好还是要结婚要生子 那些大龄的圣男圣女们 最有体会 看看身边的人 要么就是结了婚的 要么就是结了婚离了婚的 要么就是结了婚离了婚带个孩子的 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呢 所以呢 不要被网上这些节奏给带偏了 说句实话 我们都是普通人 那么普通人 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反抗现实 不要随便挑战社会规则 自然规律 除非你底子够硬 躺平这件事啊 我说的难听一点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真的躺平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子女 自己的孩子 等你到了中年 特别是中年后期 你经常会产生一种 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而活的落寞感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的身体健康也会不如从前 男欢女爱 你也已经力不从心 吃香的喝辣的 你的肠胃也受不了 曾经的亲朋好友 各过各的家庭 没有人在陪你玩耍 没有人在陪你聊天 父母呢 也渐渐老去了 慢慢的连你想照顾他们的机会 都不给你了 那个时候 你可能会想 自己来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啊 人毕竟终究是精神的产物 你们说对吗